这是全新的OPPO FIND X7系列 这次很奇怪 你看有标准版的X7 还有超大杯的X7 Ultra 那Pro去哪了 我们对于这款FIND X7做了一套详细的测试 发现今年的这个标准版 其实它就是Pro版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 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OPPO FIND X7 那就是标准版影像旗舰 也有超越Pro的极致性能 咱们先过一遍外观和配置 今年FIND X7外观依然主打质感和高级感 采纹拼色设计 有那种高端商务的味道了 我们这款是海阔天空 机身下半部分是深蓝色素皮 上面是白色玻璃 这个外观辨识度确实高 最起码你看一眼就知道 嗯 这是FIND X7 大圆环的相机deco 转动手机随着光影流动 还有不一样的质感 上面一个大大的哈苏标和精致的表盘纹理 旗舰之所以是旗舰 就体现在这些精致的细节上 FIND X7影像配置也很足 但机身厚度和上一代差不多 并没有增厚 这方面OPPO还是很克制 重量只有202克 保持了一贯的好手感 性能是FIND X7让我最惊艳的一个地方 天玑9300的三件套 OPPO也是发哥老朋友了 这次是直接从底层进行优化 首发潮汐架构 技术原理比较复杂我就不追述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马路上的潮汐车道 通过更合理的调度 性能上限拉高的同时 还能稳住功耗 实测一局王者和吃鸡 基本都是满帧 王者36.7度 吃鸡最高37.3度 我们全程都是在室温25度左右测试的 不是冰箱里跑游戏啊 原神黎月港跑度半小时 平均帧率59.4 温度40度 机身只是温热啊 其实到原神这一步就能满足 90%用户对性能的需求了 但FIND X7不止于此 要给你能打专业游戏手机的极致性能 来到游戏压力最大的星铁 星沙还跑度半小时 平均帧率59.4 依然是接近满帧 再看温度只有42.3度啊 功耗5.94瓦 而且这还只是标准版 潮汐架构加天机有限三 在这种高负载下都游刃有余 确实把性能的上限进一步提升 天机上限看OPPO 这句话确实坐牢了 影像旗舰的性能都这么强了 这波真是 防不胜防啊 为了探究FIND X7的极限性能 我们把星铁跑度拉长到一个小时 实测37分钟后 机身温度达到最高温44度 开始锁针 因为是素皮背板 所以其实还好 没那么烫手 最终一小时原神极限测试 平均帧率59.4 功耗4.52瓦 所以整体来看 FIND X7的性能是绝对有惊喜的 星铁30分钟都能接近满帧 极限一小时可以坚挺 37分钟不掉帧 性能调度也很激进 而且因为有了潮汐架构 在极限场景 功耗并没有爆表 给你更好的游戏体验 同时还能做到更省练 这一点非常难得 所以这次FIND X7标准版 拧枪旗舰的定位 是要改性能旗舰了吗 相机参数大家直接看图 主摄是5000万像素的LIT808 还有6400万像素潜望长焦 和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 全都是大抵大光圈 在保证画质的同时 抓拍速度提升不少 你看是不是很有单反相机的感觉 我记得从FIND X2 Pro开始 OPPO的FIND系列在屏幕上 一直都是很领先的 这次FIND X7屏幕依然顶级 参数大家直接看图 反正你拿到手后 感知最强的提升就是 极其通透 而且FIND X7还是iPhone之外 唯一支持全焦段 4K杜比世界拍摄的手机 从拍摄处理到显示 都是全链路杜比 即便是长焦端 也可以拍4K的杜比视频 5000号电池加100瓦快充 续航的表现也不错 系统是Color S14 这次在AI上提升很大 FIND X7是首款搭载 70亿端侧大模型的手机 AI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而且还有个贼好用的功能 智能通话摘要 在打电话时 可以自动总结和提取关键信息 方便你在变迁里随时复盘 记录工作内容更高效 之前在FIND X3上很好用的 文件随心开 这次FIND X7也有 还有和Mac Windows电脑之间的 跨端互联 也是一步到位 大幅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整体来看 FIND X7让我最惊喜的 还是性能部分 我没想到一款标准版的影像旗舰 都能做到Pro级的体验 而且还能有极致性能 甚至很多方面 它都可以和专业的游戏手机去PK 关键是这手机还不厚重 举起来拍照 它就是影像王者 拿着打游戏呢 它就是性能旗舰 一款全能的FIND X7 也是一部没啥短版的水桶机 你说这手机拿到手 你是玩游戏更多 还是拍照更多的 还是用戏更多的 词会主持人